其他消息要带大家来关心这两起惊险的车祸 首先来看到在屏东有一名灵性骑士 她当时在骑车上班的涂舟 是行经了中校路口 当时要左转 可是却被一辆违规闯红灯的轿车给撞了上去 这一名机车骑士当场是被撞飞伤重不治 而另外在嘉义也有一名女机车骑士 当时她是在路口停等红绿灯 没有想到后面却有一辆车直接冲撞上来 女骑士是当场被撞飞了 而她的机车还继续的前进撞到了另外一部机车 这名女骑士之后被送往医院 现在还在治疗 女骑士到路口停等红灯 没想到后方一辆轿车突然直接冲撞 女骑士被撞得飞转了两圈后落地 痛得坐在地上站不起来 这时她的机车还在往前骑 接着往左偏撞上另一辆机车 这起车祸发生在2月14号下午6点多 民森西路跟国华街口 肇事车辆疑似是闯红灯 而女骑士也被质疑是停在快车道路口 机车驾驶人应遇红灯 暂停在车道上并没有舒适 而在屏东也有一起车祸 一名男骑士路口左转后执行 右边车道一辆白轿车闯红灯 高速冲撞上去 男骑士被撞得弹飞将近一层楼高 接着重衰落地 事发地点在屏东市中校路 阳性自小客车的驾驶是对象执行闯红灯 双方在路口发生碰撞 造成灵性男子送医不治 两起车祸都是轿车闯红灯 屏东的灵性骑士还被撞死 警方呼吁驾驶人不管骑车还是开车 千万别为了抢快违规 否则发生遗憾意外 后悔都来不及了 记者综合报道